去尘毛可千万别瞎搞 一旦我们纯粥的皮肤出现泛红脱皮出血流疤 最后导致纯粥的色素暗沉 那你可真的没地儿哭下 正学方法听我的 不到十块钱 纯粥再也没有想忙忙 咱先来避雷几个全网爆火的去尘毛误区 大家自揪自查 别再踩坎 首先漂胡记 打没打没 很多人呢听性的谣言就不敢刮毛 就想着用漂黄的方法 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化学成分其实更危险 稍有不慎 那我们的纯粥就会变得敏感泛红 甚至出现接触性皮炎 更惨的是过不了几天 这个嘴巴上面黄毛和黑毛齐飞 更难看的啊 同样刺激的还有脱毛膏 咱们平时偶尔用在胳膊腿上就感觉还好 但是偏偏就有大圆容 它敢往嘴巴上面用 就是咱们纯粥的肌肤 比我们身体肌肤那可敏感多了 你想一下哈 它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先将我们的毛给熔断 然后再去除 想想就知道有多刺激 你这么猛 那纯粥暗沉它可不就跟丁你了吗 下一个蜜蜡指托毛 用这个方法的 我都尽你是个勇士 一招不慎 就会导致我们纯粥肌肤应激反应 出现皮肤发红 发烫 充血 扫红点点 而且有时候丝拉不慎 一不小心撕下来一瓶皮 又疼又恐怖 你们到底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呀 救救了 这种损伤次数多了 纯粥肌肤就会出现 色素暗沉 以及皮肤松弛 更严重的 还会出现那种像鸡皮疙瘩一样的小凸疤 讲真的 还不长毛来的好看 还有用两根线碗面的 用奇奇怪怪的各种拔毛工具拔毛的 你们看哈 这个小姐姐用两根线碗面之后 她嘴巴这一串肉眼可见的变红了 就是人类好不容易进步了 你干嘛用倒退的原始办法呀 你涂啥呀 你是不是专门就涂 难操作 拔不干净 然后还不卫生呀 还有某些大博主 为了流量搞特殊博眼球 就让你们拔毛 你们还真的拔呀 我都替你们心疼你们的毛囊啊 正确且现在比高的去尘毛方法 其实就是用刮毛刀和这些 来刮出我们纯粥的纯毛 那些说毛越刮越多越刮越粗的 就是商家想让你多消费的陷阱 毛的多少已经粗细 那是毛囊决定的 只要毛囊没有发生改变 那毛它就不会改变 刚刮完的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毛好像变粗了 那是因为毛的断面 要比之前的毛尖要粗一些 其实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再说了 如果刮下就能让这个毛长粗的话 那细软发质的姐妹 是不是可以靠剃头 让头发变得粗硬啊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相信这些谣言了 放心的刮 接下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先用热毛巾热敷唇周 打开毛孔软化唇毛 接着在唇周涂一层修护类的面霜 或者是乳液 再拿出刮毛刀 涂一层凡士林在刀片上 轻轻的刮就好了 刮完之后呢 把脸上残留的毛毛啥的 都给清理干净 再次厚涂一层修护类的面霜 敷一会儿 也可以敷炉灰胶 那这个去唇毛的步骤呢 就结束了 这个方法又便宜 又可以随时自己刮 而且还不会造成唇周暗沉 猕猴桃女孩们 还在等啥呢 赶紧冲去吧